啊這裡我原本都沒有在看這些東西 但我後來發現 我後來打字覺得這些東西看的還沒重要的 因為它會告訴你就是柱子要鎖出還是怎樣怎樣的 反正 門抽表也會在這裡有大概的指標 啊就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是我打的 然後表格就直接套送裝進去 然後自己大概找一個比例一下就好 然後這是第二張面積計算 他要分數 在這邊分數 在這邊分數 面積計算你是用抄的還是你有了解他的數據 我用抄的 好 沒關係 然後 這裡是平面 平面圖要畫之前應該要先把 那個 結構 應該先把結構的平面畫出來 這樣你可能知道住的位置跟你聊聊好嗎 那我這邊是先畫 結構之後 上面這些是去 老師給的提到 那邊刷子 然後這個表格就是自己做的 然後畫出平面圖 然後上面這個是面積計算 然後平面圖跟結構圖畫過來之後就可以用 平面圖再去放地面下來畫 就把 就是 看他是切哪一個面 比如說這個背面面圖就是切他的背面 然後就把它翻過來之後就可以畫他的門跟窗對照下來的位置 然後門窗表 門窗表 門窗表我也是一開始就畫 因為 後面要靠在 裡面主角 然後這是大洋牆組 大洋牆組我是用上課學期的樓梯 因為他有 大洋牆組有三張 阿有一張我是用樓梯 我是把它放樓梯 然後後面牆壁的音樂沒什麼 所以我只放樓梯 這是第二張大洋牆組 阿其他的大洋牆組就沒有了 所以我只畫了 我只放樓 抓圖抓了兩張大洋牆組 阿這些路檔要抓進來之前 他的字型跟圖程 抓到一些卡通的字型 要不然你抓進你自己 當天的話你的圖長會不會變 又是字型 我覺得字型也還蠻能用的 然後就開始是結構標準 結構標準圖 這邊就是一樣的 招老師的圖長 現在去放樓 然後這邊是把表格畫出來 自己抓一個大洋牆的距離 然後把表格寫進去 然後再用複式速度 把這一個圖 把這一個圖 把這一個圖放進來 他表格就是原本就在這裡 然後這邊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照上面的步驟 就是用 把它格出來之後 用複式速度把它翻出來 這個就是第三章結構 然後就是結構平面 還有他附近 該怎麼 該怎麼去轉 都有 都有畫 然後這個是配金 配金圖 就是要自己去抓他的尺寸 他上面也有標 但是在圖紙上的尺寸會不一樣 所以你要大概抓好尺寸之後 下去畫 然後畫完之後再把標標標 讓大家知道你在畫什麼 好 我是這樣畫錢 好 然後第二張背景 然後第三個 再來就是 積水跟海水 設備 也是抓個大概然後下去畫 把圖面畫出來 然後這個是積水管線 如果有這種 管往上的話 他就會像這樣子 畫一個斜線往上 他如果是往下的話 就是畫一個斜線往下 然後管線 然後接他的 就是他線這樣接上來 然後再留這兩個 樹裡面的那邊 接上去 然後是 電器 把圖面畫出來之後 把圖面畫出來之後 再畫 再畫 智商組會標 就可以把圖面直接 丟放進來 然後最後的 骨水 圖面畫分子 就是 一樣抓體操 留進來放 這個 或者是放高 同學有沒有問題 要問他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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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